荷包蛋還是要番茄炒蛋 其實都沒夠看 來看看這幾位餐廳主廚 他們怎麼樣把10元的雞蛋 變成了500元的豪華料理的 滿蛋全席 蛋白和蛋黃等六種 不同的媒材雕作而成 具於旁邊的黑松露鵝肝蒸蛋 則是把5元的雞蛋 發揮出了500塊的價值 50cc就加100cc的水進去 然後裡面的那個高湯 裡面有昆布 然後就是紅酒 鵝肝煎一煎然後放進去 然後這個黑松露 然後攪一攪 這樣要有它的提味道 不只如此 蛋料理其實和牛排一樣 也有分熟度 放上雞肉 最後再撒上蛋液 小朋友最愛的親子豆 雞蛋熟度在五分熟最好吃 而講到熟喜燒 竹竹的肉片 當然是得沾上生雞蛋的蛋液 莫講求健康衛生 竹竹們也提醒 現在可以選擇 經過嚴選的紙盤蛋 避免籃子裝的雞蛋 更能吃得安心